字幕提供 我的聽力 我想都有十年前 那時我不知道是聽力出現問題 突然間左右右有些VV聲 好像入了水 看完家庭醫生 我忘記吃什麼 休息一段時間都沒有改善 然後看專科 看二備猴專科 他就覺得應該是答法性二名 轉介過來你們這裡做聽力測試 那時才覺得聽力已經減退了 然後選配了一隻耳機 整個心路歷程 由我剛剛配搭的時候 配搭的時候是很開心的 因為好像失而復得 因為聽不到話是很辛苦的 因為旁邊有人跟你說話 或者那段時間 有些都好像被人孤立了 別人說話你不知道 配搭之後 其實那段時間幫了很大 幫了很大 其實那些費用不是太便宜 不過我覺得那時候就改善到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些要求 我選配一些音質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樣才不會影響了我日常生活太大 但是無奈耳朵的聽力就下降 現在就開始比較嚴重了 所以後期近一年兩年我沒有戴耳機 但是就一個很巧合的機會 我接觸到原來一隻新的跨傳式耳機 其實我開始打算放棄了我 我不會打算再帶耳機 不過這次我就再過來試試 再試試讓我發現 一個天大的產品幫到我 因為真的在現在 譬如說聽話 在別人右邊說 對我來說不會有那麼恐懼 以前的人跟我說話 我會避開 或者我盡量拿著左耳去聽 但是現在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還有就是給我一點點 覺得開頭很擔心的 就是我把我右邊的聲音 放在左邊 那我會不會很大聲或者有回音 但是現在我會給這對耳機幾高分 就是它本身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以往我來說 我自己積的需要 我又不想像以往 帶著很大的耳母 但是現在又沒有什麼需要 又沒有高頻的回音 那我就覺得對我來說 就非常合用 那就是因為 以往譬如說 現在我可以直接拿著電話說話 以往就說 為什麼我會 因為這邊聽不到 那我就要去回這邊才聽 或者我手拿著東西 有時候就很尷尬 但現在就不用 因為它配在我的耳機上 任何時間都可以聽到電話 任何時間都清晰 Oticon Cross 跨傳式座聽機 是專為單以完全失衝 人時而設計的座聽機 原理上使用者在單以失衝那邊耳朵 打一個Cross 傳送器 而另一邊聽力較好的耳朵 打一個座聽機作為接收器 當Cross 接收到聲音的時候 聲音訊號就會經無線的方法 傳送到座聽機那邊 那麼座聽機那邊耳朵 就可以同時接收相耳的聲音 從而提升語音的接收能力